五地龙又出现了 就在刚刚 本田以为识破了王样的战术 城之内也是荒的一批 果断让机械王开火 王样小嘴一脸 涂了几层眼影宣布本田中击 因为魔导龙的特殊效果 使用一张魔法卡就提升200攻击 王样下令反击 一口激光干费机械王 手指前方在边效果 相差100攻击 却要扣人家500生命值 不过这还没完 吃瓜群众开始分析 因为刚才城之内场上没有怪兽 被攻击就会输掉比赛 而王样则成功地吸引了对面的火 这波王样在大气层 城之内侥幸捡回条命 本田因为表现不佳 五巨头又要换人了 城之内召唤小豹子 盖牌结束回合 轮到王样 终于可以开炮对面 魔导龙一口老火 本田大喊人换早了 王样在召唤巨盾守卫结束回合 社长此时一个人在逛街 发现了一个房间 想先看回电影 但好像是个纪录片 原来乃亚是钢三郎的亲儿子 并且早已死去 社长一瞬间头皮发麻 那跟我说话的是鬼吗 社长无奈带着疑问离开 回到战场 本田刚想抽牌 城之内想发动陷阱卡 跳过对面抽卡环节 奈何牌组统领是机器人 本田很得意 发动贪婪之狐 再抽两张卡 王样抓住机会 因为是魔法卡 所以魔导龙会提升攻击 本田稳如老狗丝毫不慌 召唤爱打针的护士莉莉 城之内表示要让莉莉给她洗脚 王样看着也想要 但本田反驳莉莉是她的 并且开始自残 支付2000生命值 提升莉莉3000攻击力 一管针头插眉魔导龙 接着发动赛贝克祝福 给予对面损伤就可以回血 接着盖牌结束回合 轮到菜市原罪的城之内 他还没开始抽卡 本田就发动陷阱卡 超重力网 等级4以上的怪兽不能攻击 城之内想口胡 因为机器人在场陷阱卡不能反动 本田表示口胡对我没用 我这个机器人不针对自己的陷阱卡 轮到城之内抽卡 居然也是电子机器人 果断召唤上场 来个一眼还眼 破坏超重力网 本田还是不慌 2400分也打不过莉莉 城之内膨胀早了 这种时候还得看王阳 用黑话提醒城之内 小伙瞄懂 因为莉莉只能提升攻击力 发动封印攻击 将莉莉改为守备状态 机器人这次不用演激光 改用电波攻击 成功摧毁莉莉 轮到王阳 因为场上有祭品 立马召唤黑魔导老婆 一个光波洞穿本田 王阳结束回合 本田这时开始冷笑 因为到了三回合 物质祭坛启动 武巨头也果断完赖 将牌足统领作为五种属性 果断召唤武帝龙